第四 具有统一性 为什么有时间 有些时间子不知道呢 做主导或决定的地位就是父啊 具有统一本性的子 道就是神 道成肉身 在神的救赎计划当中 道成肉身的状态 我们称之为降悲 他还是道 但是为了承载完成这个救赎计划 在地上的状态当中 虽然他道圣子的神性位格取了人性 完全的神性取了人性 在圣子的位格里面结合成为 具有两性一位格的真人真神 他道还是道 具有永恒的神性 没有任何减损 但是在降悲的状态 他有的时候 他没有完全彰显他的神性 而是作为中宝的角度 谈到什么 父不知道 子不知道 唯独父知道 第一方面 在这个时间 此作为降悲的中宝 作为救主来 按照他的道的神性 他当然知道了 他们共享一个本性 他们之间的计划 他们之间都是透明的 三一上帝之间 没有无障碍的交通 是吧 沟通是无障碍的 他当然知道了 都有的计划 但是作为圣子来到这个顺从父 他要高举父 这是在降悲的状态当中 他也在教导我们一个逻辑 就是尊从父 然后圣灵来了 也是尊从基督 圣灵来了不是主张自己 而是教导基督曾经教导的 把人引向基督 让人崇拜基督 高基督 不是引到自己面前 让我们崇拜圣灵 圣灵可以享受崇拜 因为他是神 但是圣灵的工作 在救赎的计划里面 却把我们引向基督 像亚伯拉恩的仆人一样 把那个心腹 引到他真正的主人 以撒的面前 圣灵不会把人吸引到自己面前 所有那样的做工 要么就是圣灵论的错误 要么就是可能不是圣灵 因为圣灵的本性不是高举自己 而是高举基督 就像基督高举父一样 子不知道 第一是降悲状态 第二 他是在尊隆父 按照救赎计划来说 父计划主导 对不对 差遣子 所以在这样的降悲的状态 他尊隆父也是理所当然的 你也可以说是照着他的人性 他不知道 当然人性又不能脱离 这个整个神性的位格 因为他是完美的结合 所以在这里面 尊隆父 并不是救着他圣子的本性 他不知道 没有 他也是无所不知的 救着他道成肉身的 这个道的神性本质 本性来说 他是无所不知的 所以理解三位一体本体的 神 父 子 圣灵 同尊 同荣 同本性 同样相属 所有的神性属性 无所不知 无所不能 灵 都是 但道成肉身之后 成为人的基督 是降悲的状态 你说他隐藏一部分的 故意隐藏一部分属性 不彰显 反而是以降悲的仆人的姿态 背负我们的重担 那个被杀的羔羊 软弱的状态 复活之后 第二次塞尼 却是荣耀的状态 那是他降悲的状态里面 作为受苦的仆人 那样来的 但是他的神性 仍然保留着 虽然他跟我们那么说 但是不意味着 他的神性本质 神性的位格里面 他没有那个知识 这个要搞清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